我觉得韩国瑜的经历 有点类似邓小平 邓小平曾经三上三下 所以他了解人民苦在什么地方 韩国瑜曾经过 所以他知道人民的痛苦在什么地方 他还在当过果菜市场的总经理 所以他知道果农渔民在想什么东西 而大多数的所谓国民党上层的政治人物 公子哥出身 一路平步青云 有人帮他安排好 这个先做立委再做什么 一路这样上来 他哪知道人民在想什么东西 所以讲的话 你就会觉得跟老百姓 是完全脱节的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民党这么紧张 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有话兄讲的 其实现在所谓的韩流 就是14年的太阳花 当太阳花一占领了立法院 不好意思已经宣告了 国民党的政权准备垮台 而只要今年18年 韩国瑜拿下了高雄 直接宣告蔡英文政权2020寿终正寝 所以当然他们这么紧张 非得要把韩国瑜打下去不可 那刚刚谈到柯一正 我也是今年这次参加选举 才突然对子风车有所了解 来来来 告诉我们 我就觉得原来子风车有在卖选举专案 包括为什么民进党的司议员的活动 子风车都参与 我不知道小平委员 有没有收到子风车给你说 我们选举可以帮你这个总部成立 他只收绿的 对 为什么 他有拿文化部的补助吗 有嘛 那我就不知道说 这些一群人 你典胜罐都用他的 对 然后媒体也抗议过了 他在年代下面打广告 子风车典胜罐办活动 你们看多了吧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一次选举也很好 把一些假的文化人面具 彻底撕下来 你们平常装的一副道貌按钮 说我们是文化人 不太参与政治 然后很多年轻人其实就被骗 我就碰过很多年轻人说 他们很喜欢科医症 所以听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话 其实这些人全是假的文化人 他们心中比你还有颜色 只是他装的一副 是白色的样子而已 那这样子今天拆穿了以后 会怎么样 我觉得那要看民众的清醒程度 到什么程度 像为什么寒流会起来 因为关键就是民心思变 民进党搞了这么多年了 到现在我们又老又穷 那我们要改变了 今年是民心思变 明年就要揭竿起意了 所以这个民进党现在非常非常紧张 非得要把韩国一压下去 非得要把整个寒流打下去 可是我必须要说 你打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你在跟老百姓的荷包对着干 人最不能做的一件事 党人财路 而你现在在党人财路 因为为什么高雄市民会这么激动 这么愤怒 因为他们知道 陆克能带给我们经济的来源 结果你不让陆克进来 你搞台独不承认九二共识 陆克进不来 我们拿什么吃 你们吃的吃香喝辣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小时候在高雄住过两年 所以我在高雄有朋友 然后我的朋友 他对政治是完全不感兴趣的 我问他说 对韩国有什么感觉 他说 我们高雄就是想变嘛 我们想变不行吗 我们变新了不行吗 然后他说 最起码韩国一当选的话 什么我不敢说 那个陆克一定会来吧 对政治没有概念 没有任何喜好的说 他就觉得韩国瑜上海陆克就会来 农产品就会卖出去 那就人来 货就出去 就发大财 所以韩国瑜他背后所代表的是 台湾人想要改变的那个心 风哥这样的一个心 可以被阻挡吗 有可能吗 有可能吗 我跟韩国瑜是民国73年74年的时候 上研究所的同班的同学 我对他个性的了解 你只要得罪他 他这个人快意恩仇 黑白分明 那刚刚那个正姓的 这个民进党人士 甚至于连 连这个排泄物都出来 这个人 人在生理状况 是什么时候排泄物会跑出来 除了你找上该有的那个动作之外 就是说恐惧 极度的恐惧 极度的恐惧 就是 液态的排泄物 固态的排泄物 通通会跑出来 好风洋 有可能 就是说极度的恐惧 极度的恐惧 不愧为大文人 这个代表民进党当局 还有民进党的相关的 不管是深律还是浅律的人 现在处于一种 极度的恐惧的一个状态 那我认为 这个韩国瑜 他的一个外遇效应 这个整个的外遇效应 当然我刚刚也在想一个事情 就是今年 2018年的年度代表制 三个字 韩国瑜 韩国瑜是今年度的 年度代表制 还有他的这个 外遇效应造成什么呢 你看丁丁啊 丁丁最近非常有魄力 非常有魄力 他骂这个小野 小野立刻就跳起来 然后就哭了 哭了之后连锁反应 然后这个 这个科医症也开始说 出污泥而不懒 我告诉你 出污泥而不懒 我我们如果从 台湾的角度 如果从民进党的思考逻辑 他是在侮辱台湾 出污泥而不懒 难道我们都是污泥啊 台湾都是污泥啊 两千三百万人都是污泥啊 是这样子吗